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前求的观众 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 洪洪盛师兄 主持人 前求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这一位呢 哇 今年已经75岁了 我们欢迎张定雄师兄 主持人 大爱台观众 大家好 谢谢 其实我们知道洪盛师兄 因为其实总是在慈臣队当中 也会必须要有干部来多承担 那过去其实我们知道谢师兄 他其实算是一个 在这个地方一个开拓 带动起那个风气的人 可是像他这样子一路下来 您自己从这一位长者的身上 您有没有学习到什么样的精神 至于说目前在你们所居住的 二龄这个环境当中 希望可以在更深耕的部分 那个谢师兄以前是在银行当经理 乡里 他算是白领阶级 我看他在他们的银行带动做环保 我是觉得他能够 我认为真的很敬佩他 所以我来环保镇之后 因为我平常就是做生意比较忙 可是他都一直鼓励我 因为有时候在假日 我做那个行业 假日比较忙 可是他都不放弃我 说你来做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没关系 后来我就跟他标了一个 载宝特瓶的工作 因为我们每个月 几乎都会要两趟的宝特瓶 要送到 光是在你们就要这么多了 一个月几乎都有两台车的宝特瓶 需要载到那个 是大货车还是大 3.5的三栋房子的车 大概都27代 大概1万7千支的宝特瓶 要送到浦岩环保站其中 我就把它标下这个工作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持续在宝特瓶 送到浦岩环保站 所以我们观众也许你对于这个数字 现在没有画面给你看 很难想象对不对 我觉得找机会 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告诉你 光是20或是在浦岩 我们之前的黄金大天团 大家能够看到 其实你看光是一个 我们都讲说不是都市 都有那么多的宝特瓶可以收 真的要赶紧的爱护地球 不然会来不及 对不对 要用一次性的那些容器 真的 我们就出门就自备 环保碑 环保碗 人家说扫地 扫地 扫心地 对不对 不扫 不扫心地 空扫地 这个是因为现在 现实面上我们做环保 但是扫心地这件事情 在做环保 投入环保的过程当中 起忏悔心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后来 当然谢师兄是一个 就像很积极的 去带动他自己的银行也好 然后去接引菩萨来 去就是一起带动也好 要把您鼓励进来 培训成为辞成师兄 当时候的你 除了他有在旁鼓励之外 想必您自己也有一个 的动力跟愿力 那时候你是怎么样的 一个想法 遇到一位名师 真的很好的一个师傅 因为那时候 虽然还没缩阵 像说 那时候有帮他 环保干事业 他吸引啥人也会说 彭义兰师说 你有点有时间 不然你回去参加 所以多回去参加的时候 有时候又经常看 可以看到上人 又听他开始 我自己知道 我真的要把握那个阴眼 因为时间在过很近 因为我们自己慢慢来 都知道时间真的很无情 所以就是把握当下 所以就去做培训 就去参加培训 加入实际之后 又看到上人 有时候经常在讲说 天底下没有 我们不可以平量的人 那时候我就想到 那时候我爸爸发生意外的时候 实际上 在那些事情 渐渐过去 我也对风 真的我也是抱持这个 说事情已经都过去了 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 既然事情 也已经有这样的事实 所以对风 我们也抱持就觉得 大家有那个营免的时候 也希望他们可以 帮我们去做节 大家同时成为法亲 大家可以共同来 为这社会做一些 真的那种付出所求 那种感受 让我们在感受才能穿 自己来做才能知道 他在录制的时候 差 那时候还没有录制的时候 差很多 那时候 让我修理带来的时候 是规律还是不用录的 跟那种男哥的 他想 想不到说 他会打到我们的职制 那时候就没有抱 真的 没有抱很大希望 他可以继续走 想不到说 他现在 走到平和更稳 更加深 真的 真的 他那时候的生活 应该是很高潮的 是那种生活 是没有告诉他 他 在我们的职制的时候 在我们的职制的时候 也会变得这么大 东西都 都可以吸引 才能 脚在鼓沙 还有感染 但是 一台便入 他 他 那时候 可以帮我们 这种 修理车 他那种 循环是说 我已经 可以帮我们学校 要来 供修 还是买工 做的 那种循环 都不一样 你同学是怎样的循环 因为你车 那样不用 你坐的时候 就算坐得比较少人 对 那外台的生活车的时候 我们家出境 没有人 不一定 吃多人 他就开了 但是你如果多人的时候 车大台又坐得下 那时候 要去外台的 那样的生活车 那生活车 但是我们不敢说 我实际说 在买的时候 我现在买的都买 10年车 不如20万年车 都买小小的车控 都好车 真的 可以开就好了 真的 东西可以用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观念 现在直至合一 你自己的一个目标 跟方向 又有什么样子的定位 我现在的目标方向 就一方面 生活的时间 就是都投入在 子宫里面 不然就是子宫的工作 其他的休闲就是 其他自己的休闲时间 就是 偶尔就是去逛 做一些逛的工作 因为去逛 做一些逛的工作的时候 因为那种 我的感觉 去逛的 在拆进去 dall temps 是我 vor的买是 ال跳 因为我之前川的蒸 HUA 他们说 foto是蒸 HUA 我 dari它的枪 tav 叫我的寻 大 flowing 又 ansch Скup 我也知道 但是有很多 那种草捞的东西 所以说 整个比较幸 但是 army都感到 你 туда去處角 叫你这样做 你算做是外行 你这样都像 你这样做 所以他变得说 我现在的一切的时间 就是这三个方向 让我的休闲时间就是在乘的 但是我上班的时间 不然就是志工的工作 这是因为这条路走 真的是一辈子 真的是生生世世 都是要走这条路 了解 所以其实刚刚师兄 特别在提到说 如果其他的志工跟职工的 剩下的时间 就是在园里面 做大地的园丁 而且一定要自然 一定要有机 对不对 因为他实在是太感受到了 所有所有的万物 都是要回归他最朴实 最纯真的样貌 就是你所怀念菜头梗的滋味 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下次见 这就是他爸爸以前看的 他爸爸大了 也是 因为他一直讲说 这本是他爸爸以前看的书 对啊 所以这个已经有画中 他爸爸以前做过记号 教会已经做过记号了 然后现在他看了又 更是难过 原来掉下来了 好 对 更是用剑 活灵活现 粒粒在眼前 这件比较危险 这么久没看主 这件事不是老婆的 对啊 就要做 这件事不是老婆的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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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其實在我在表演當下的狀態 就是覺得說 我想念到了爸爸 然後我想念到了我以前的 就是你沒有參與到的過去 然後我覺得人生 原來看破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需要再更精進 我需要再更有 什麼力量來幫助 所以今天就是完全是 這個情緒的狀態在飾演 最長戲的洪玉良師兄 這批都是在說我 所謂看開人生 就不是悲觀 而是積極樂觀 不是看破 而是看偷測 並非什麼都不做 都是及時去做 我想先講一下我對金絲瑜的認識 的由來 就是我住的地方附近 做生意的店門口 都有貼金絲瑜 我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看到 可能它會貼不同換性的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每一年每一年 看到金絲瑜的時候 自己看那個金絲瑜的感覺 都不一樣 然後第二十三篇的 對他人可以裝傻一點 可是對自己要精明 不可以裝傻 對自己如果裝傻的話 就會空過時日和人生 這個現在我看到我就很有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是年輕人 正式想要拼 然後想要為自己奮鬥的時候 對 你對別人可以善良 但是你對自己一定要 對 精明 然後嚴格一點要求自己 所以 對 每個階段看 我覺得都是每個階段的成長 我們看的這本是第二季 第二季 你怎麼看不懂 第一季 我隨便去買 等一下 現在太晚了 你明明還要再去 你找兩隻的時候 哪有可能休息了 早晨說休息了 我就把你弄 叫我起來追醒你 也會啦 你沒辦法 買一分錢而已 我去一下 漂亮